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 O2传感器电路范围性能酷一传感器2 这是什么意思 此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 这意味着它适用于所有1996年以后的所有车辆 道奇、福特、雪佛兰、企亚、拉姆、本田、庞蒂亚克等 尽管是通用的 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型号而异 以我的经验,当配备OBDR的车辆存储了P2A01代码时 表示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在下游或后催化转化器氧气O2传感器或电路中检测到故障 牌翼表示包含第一气缸的发动机牌 传感器2指示故障与下游传感器有关 O2传感器由二氧化告传感元件制成 并由通风的缸至外壳保护 感应元件使用搏电机连接到O2传感器线束中的导线 控制器局域网CAN将PCM连接到O2传感器线束 O2传感器为PCM提供了与发动机排气中的氧气颗粒 相对于环境空气中的氧气含量的百分比有关的数据 废气一出发动机进入排气管并通过催化转化器 然后越过下游的O2传感器 当排气流经钢制外壳上的排气孔并流经传感元件时 周围的空气会通过导线枪吸入并进入传感器中心的小枪室内 在室内周围的空气被排气加热 迫使氧离子产生能量电压 环境空气吸入O2传感器中的氧气分子数量 与废气中的氧离子浓度之间的变化会导致电压水平发生变化 典型的氧气O2传感器 这些变化会导致O2传感器内部的氧离子非常迅速且重复地在薄层之间反弹 电压变化是在薄层之间反弹的氧离子反弹时发生的 PCM将这些电压变化识别为废气中氧气浓度的变化 这些变化表明发动机是稀薄运行燃油太少还是负油运行燃油太多 当排气中存在更多的氧气稀薄条件时来自O2传感器的电压信号较低 而当排气中存在更少的氧气浓厚条件时来自氧气传感器的电压信号则更高 PCM使用此数据来计算燃油输送和点火证实策略 上游的O2传感器正常情况下会产生很大的波动 而如果工作正常则下游的O2传感器应更加稳定 如果下游O2传感器电路未能按预期响应 则在设定的时间段内以及在某些编程环境下将存储P2A01代码 并且故障指示灯可能会点亮 严重程度和症状 由于P2A01代码表示下游O2传感器无法向PCM输入可接受的信号 因此应将其视为严重错误 P2A01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燃油效率降低 缺乏一般的发动机性能 其他相关的诊断故障代码也可以存储 维修引擎很快登亮 原因 该引擎代码的可能原因包括O2传感器故障 电线盒或连接器烧毁损坏或断开 发动机失火 真空泄漏 空气质量流量不良或其管绝对压力传感器 发动机排气泄漏 诊断和维修程序 一个好的起点始终是检查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 TSB 您的问题可能是制造商提供的已知修复的已知问题 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 我需要诊断扫描仪 数字福特欧母表 DVAM和可靠的车辆信息员来诊断代码P2A01 在诊断代码P2A01之前 应先诊断并修理失火代码 节器门位置传感器代码 其管空气压力代码和空气质量流量传感器代码 在成功进行诊断之前 发动机必须有效运转 专业技术人员通常从视觉检查系统线数和连接器开始 着重于在热的排气管和气管附近布线的线数 以及在诸如排气罩上发现的尖锐边缘附近布线的线数 通过将扫描仪连接到车辆诊断端口来检索 所有已存储的故障代码和冻结框架数据 以继续进行 如果P2A01断断续续 则此信息可能会有所帮助 因此请写下来 清除代码并试驾车辆 以查看P2A01是否立即复位 如果P2A01复位 则启动发动机并使其达到正常工作温度 然后使其空转 变速相处于空档或驻车档 调出扫描仪数据流并观察 O2传感器输入数据 缩小数据流显示范围 使其紧包含相关数据 以便您可以更快地获得数据响应 如果发动机高效运行 则下游O2传感器数据应缓慢而最小的波动 如果信号超出预期参数 则将存储P2A01 将DVAM测试线连接到传感器地线和信号线 以便监视来自O2传感器的实时数据 您也可以使用DVAM检查有问题的O2传感器的电阻 以及电压和接地信号 在使用DVAM测试系统电路电阻之前 请断开所有相关控制器的连接 其他诊断注意事项 低等级更换的催化转化器 易于反复出现故障 应避免使用 联itten在使用DVAM盾 among affected 这条程的 bets within menjut了 很重要的 没错 您ج的